聊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酒狂 妙永定是江西的共生 一香酗酒 族人和亲戚都躲着她 她偶然来到唐叔家 因她言谈诙谐 善于说笑话 客人都乐于同她聊天 便在一起开怀痛饮 她喝醉了 便撒酒疯 辱骂做客 得罪了客人 客人大为恼火 群情激愤 议论纷纷 唐叔百般劝解安慰 而他认为唐叔偏袒客人 又把更大的怒火转嫁到唐叔身上 唐叔只好找他家人来 家人前来 把他扶回 刚把他放到床上 他手脚冰冷 僵直麻木 抚摸他 他已死去一会儿了 妙永定死后 一位戴黑帽的人将他拖走 过了一阵子 来到关署前 屋顶覆盖着淡青的琉璃瓦 这些他从未见过 来到台阶下 黑帽人似乎要等候去见长官 妙永定心想 我有什么罪 恐怕是客人指控我打架斗殴吧 他回头看见黑帽人 瞪着眼睛 十分生气的样子 又不敢问为什么 但暗自揣度 以自己的身份同仁争吵 也许犯不了大罪 忽然 堂上有一名差异宣称 所有打官司的人明早再来 于是 堂下的人乱纷纷的一哄而散 妙永定也跟着黑帽人走出官署 根本没有个去处 只好躲进路边眼下 黑帽人怒气冲冲的说 你这撒酒疯的无赖 天快黑了 不去找地方休息 你上哪里去 妙永定浑身发抖 说 你也不说原因就绑了我 我也没有告诉家人 所以没带一点盘缠 能到哪里去 黑帽人说 撒酒疯的家伙 你自己有钱喝酒 你再顶撞我 老拳打碎你的疯骨头 妙永定低下头来 不敢作声 正争论间 走近一个人 见到妙永定 诧异的说 你怎么来了 妙永定一看那人 却是自己的舅舅 舅舅姓贾已经死了数年 妙永定见到舅舅 知道自己也死了 心中欲加悲伤恐惧 便向他求救 贾毛看着黑帽人说 东陵使者不是外人 请驱驾光临寒舍 妙永定与黑帽人便走进屋里 贾毛向黑帽人深深作医 并请他多加关照 不一会儿 端出韭菜 他们便举杯供应 贾毛问 是什么原因 劳烦您去抓他 黑帽人说 大王去见罗夫君 碰见你外甥撒酒疯骂人 便让我把他抓来 贾毛追问 是否已见了大王 黑帽人说 在罗夫君那里会审花子案还没回来 贾毛又问 我外甥会定什么罪 那人回答说 尚不知道 只说大王最恨他这样的人 妙永定在旁听了二人的谈话 十分恐慌 连酒杯和筷子都没有动一下 不久 黑帽人起身表示谢意说 感谢你的款待 我已经醉了 我先把令生托付给你 等大王回来 容我再登门拜访 说完 便起身离去 贾毛对妙永定说 你没有兄弟 父母把你当作宝贝 一向不忍打骂你 你是六七岁时 三杯酒过后 就醉酒而兔子不轻 稍不合意 就率门怒骂 那时认为你年纪小 没想到 分别是多年来 你全无进步 如今如何是好 妙永定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只是说自己悔之莫及 贾毛把妙永定拉起来说 我在这里卖酒 还有些薄面 我不会不管你的 刚才喝酒的人是东陵军的使者 我经常请他喝酒 他与我也很要好 大王政务繁忙 也许早忘了 我围曲婉转地跟他说说 要求他顾念私情 或许不会难为你 随即又转念一想说 这事责任很大 非有十万两银子不能了结 妙永定表示感谢 说自己能够承担 贾毛承诺为外甥说情 这天 妙永定便在舅舅家里过夜 第二天 黑帽人很早就来探望 二人私下聊了一会儿 前来告诉妙永定说 谈妥了 他再过一会儿就来 我先把所有的钱都给他 作为保证费 余下的你自己准备好了给他 妙永定问了钱数 贾毛说 十万钱 妙永定说 我哪里弄得来这么多钱 贾毛说 只要一百万金表纸钱就够了 妙永定高兴地说 这很容易办到 等到正午时分 黑帽人还没来 妙永定便打算出门走走 贾毛嘱咐别走远了 他一口答应 走出门来 只见街市里乡 同人事无差多少 他来到一个地方 插着荆棘的墙员非常高峻 似乎是一座监狱 监狱对门有一家酒店 人来人往 很热闹 酒店外有一条如带的小溪 溪中翻滚着黑水 深不见底 妙永定停下脚步去看溪水 呼听有人叫他 妙君从哪里来 妙永定盲看是谁 原来是邻居的翁省 十年前的文字之交 快步走出店来同他握手 同以前一般 他们随即在酒店里随便喝一些酒 各续别后的情况 妙永定正庆幸自己能回人间 又遇见老友 于是开怀痛饮 就不记得自己的事情了 老毛病重新发作 开始挑剔翁省 翁省说 几年不见你还这样 妙永定一向讨厌别人提自己酒后昏乱的行为 听了翁省说的更加愤怒 闹得更凶 翁省瞥了他一眼 一甩袖子走出酒店 妙永定追赶到膝头 扯下翁省的帽子 翁省生气地说 真是一个任性胡为 不讲情理的人 便把妙永定推落到溪水中 水很浅 但是水中布满刺刀 刺穿他的内部和小腿 只要艰难地洞上一动 就会痛彻骨髓 痛惯大脑 黑乎乎的溪水掺杂着屎尿 流入口中 十分不舒服 岸上的人挤成一堵墙 都在围观哄笑 无人理睬他 正当危急时刻 贾某忽然赶到 看到后也很吃惊 将他拖上去 带回家 说 你真是不可救药 致死仍不悔悟 不配再当人了 乖乖去受刑 妙永定非常恐惧 流着眼泪说 我知罪了 贾某这才说 刚才东陵使者前来 你却又犯 游荡不归 他时间紧迫 不能再等 我已写了字句 交了定金 让他先走 余下应交的钱 你是天为先 你回去后 要赶紧筹措 在夜间 到村外呼唤我的名字 焚了纸钱 你许下的这个愿就可以了结 妙永定满口答应 于是 贾某送他离开 又嘱咐说 你千万不能实验连累我 便指明道路让他回家 当时 妙永定已经僵悟了三天 家人认为他已醉死 但游丝般的气息一直未断 这一天 妙永定苏醒过来 大吐一场 吐出树斗黑枝 臭不可闻 吐完后出了许多汗 身体这才觉得凉爽起来 他把死后的奇遇告诉家人 一会儿 感到腿上疼痛 过了一夜变成了窗 幸好没有太溃烂 十天后 妙永定渐渐地能煮着拐杖走路 家人劝他去还债 妙永定把费用算了一下 需要许多银子 他心疼钱 说 以前那时也许是罪梦中的幻境 纵然不是梦幻 他以私情把我放走 怎敢让阎王知道 家人劝告他 也不听 但他心里也提心吊胆 不敢再去酗酒 邻里看到他的品德有所长进 很高兴 逐渐又与他一起喝酒了 过了一年多 妙永定把阴间暴影渐渐忘却 渐渐地放肆起来 一天 他在一位同族晚辈那儿喝酒时 又闹了起来 主人把他赶出屋去 关上大门 自己静自离开 他在门外叫嚷了一个多时辰 他儿子终于找到他 搀扶回去 一进屋 妙永定面对墙壁 直身跪下 磕头无数 说 我马上还 我马上还 说吧 扑倒在地 已经断气